想跑,继续追 来,勾到了 哎呀,还跑 必须先把你抓住 我说大狗,你是跟我有仇吧 你都看到欧蛋了,不抓还抓我 谁叫你比较难抓呢 嘿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狗 是你们带来欢乐的小狗狗 今天呢,我们又来玩 盖类模组躲猫猫 大作战 这次我们带来躲猫猫的模组呢 是一个情绪的怪物 大家已经知道了吧,没错 他就是娇娇 躲藏者呢,是我们的乐乐 谁来扮演这两个角色呢 我跟二代呢,来扮演这个乐乐 老弟呢,扮演的是这个抓捕者 娇娇 我真的是服了,一上来就让我扮演这么臭的家伙 这会丑吗,还好吧 你要想一下,你这个娇娇的模组 可是很厉害的 就是因为老弟太会躲了 所以第一把,谁会让他来当这个抓捕者呢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为啥今天不挑我了 只挑老弟呢 哎,恶蛋,看来你的脑袋也转不过弯呢 这不是刚好很配合这个没头脑特工队里面的人物吗 我也是服了,这你都能接上 好了,我们接下来也是要认真找位置躲藏了 虽然这个老弟抓捕的能力呢 差那么一丢丢,但是也蛮厉害的 哎,我看到了 这个房子底下有个缝隙 但是我们穿不下去啊 这里有个楼梯,我们爬上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房顶吧 没错 房顶的边上呢,有个缝隙 这个缝隙刚刚好,我们可以在里面躲着 定是可以进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不安全吧 我看,这个老弟一瞄眼就看到我们了 太容易被发现了,我感觉要换一个地方 行吧,那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地方呗 或者你有没有更好的位置 呃,我,我,我也没有找到 还想着你有更好的主意躲着哪呢 看来还是我得自己找啊 你这个跟屁虫 啊,你这家伙怎么又说我跟屁虫啊 再说,小伙伴们都记起来了 好久你都没有这样说了,又说我 哎呀,我忘记了 本来我答应二蛋来着 不说他跟屁虫的 已经很久没说他了 突然想起来就说了 记住啊,不能再说我了 OKOK,绝对不会再说你那个字了 我们躲来躲去啊 也就是躲在这个房子的缝隙里面 这里的位置呢,还算过得去吧 但是有点窄了 哎呦,我看到老弟了 就在前面 在这里躲着应该没事吧 哇,来了,完蛋 好吧 这老弟确实有点牛 我是第一个被抓到的 没想到今天一开局 我成了开门红了 嘿嘿,这不能怪我啊 谁叫你被我盯上了 刚才我还想着会抓到恶蛋呢 没想到第一个是你 哎,算恶蛋的运气好吧 抓的不是他 那接下来的话 还剩他一个人在躲着了 我们要找到恶蛋 就可以结束这第一局了 好多层呢 我都爬了一层又一层哦 难道这里还有楼梯吗 哦,没有了 这里是顶层 书架 我们之前是有玩过这个地图的 有,我记起来了 之前有玩过这个躲猫猫的地图 小心点啊 别掉下去了 哎,看到了 是恶蛋 他就在前面 追上去 别让他给跑掉了 嘿嘿 目标已经出现 就在上面 现在轮到我出手了 梯子在边上 速度爬上去 千万别让恶蛋给跑掉 他应该 刚才没有看到我吧 看一下 人在哪 好像在上面 没错了 我去 大哥你被抓了 哎呀 快跑 哎呦 差点我就被敲到了 溜了溜了溜了 你都被我盯上了 你觉得能跑得掉吗 我可是出了名的不务猎高手呢 漂亮 搞定 嘿嘿 你这家伙还挺能跑的 好的 接下来呢 已经开始第二局了 我要开始找恶蛋 还有老弟他们两个人了 这一次 第二局 我成为了这个 焦焦 抓不折 嘿嘿 没想到这家伙 就躲在这个坑里面 哎 什么情况 他居然能反击 哈 家伙 刚才我还想着 他没有办法反击呢 他居然用棒球棍来袭击我 哈 家伙 这算不算作弊啊 没事 我们可以重新来嘛 但是 恶蛋和老弟 他们两个人呢 是没有办法重新来的 只要被我抓住 他们就完了 来吧 我们开始地毯室搜索 看一下他在哪里 我要把他们找出来 大谢八块 刚才我知道这个位置呢 也是蛮好躲藏的 我们要来到这里找一找 没有 再爬一层 上面这层有没有人 没看到 已经上到顶层了 这个是个缝隙里面 没有人 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找呗 看一下他们会在哪里 这里呢有幅画 天上有梯子 可以直接上到房顶 有可能他们就躲在房顶了 看一下房顶有没有人 房顶没有看见 看来他们不在房顶了 诶 这里有个隧道 过来的话就是一层楼了 这是楼顶 没有看到人 那就是在下面了 还是说在这个书架上呢 诶 我刚才好像看到人了 在哪 诶 在这呢 嘿嘿嘿 被我找到了 是老弟 哇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快溜快溜快溜 按你来说我躲的已经算隐蔽了 刚好你要找位置躲的时候 我就在上面呗 现在我是不会让你跑掉的 一旦让你跑掉就很难找了 比二蛋还难找 追上去 一定要把你拿下 想跑 继续追 来 勾到了 哎呀 还跑 必须先把你抓住 我说大狗你是跟我有仇吧 你都看到二蛋了不抓还抓我 谁叫你比较难抓呢 好的 剩下的话就是二蛋了 赶紧去找二蛋 看一下二蛋的位置在哪里啊 刚才呢我是在 呃 在哪里看到他的 诶 对 就在这 爬上去看一看 他应该是跑掉了 现在要找他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的 打草金蛇了 但是问题不大 二蛋一般找的位置啊 都是很好找的 我看一下会在哪啊 不像老弟一样 哎呦 吓我一跳 是老弟啊 看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在下面 下面也看了 没有 嘿 这一次牛了呀 二蛋 躲得这么严实 我就不信了 找不出来 好像是在对面的房子 爬上去找一下 我就不信了找不到 上去 还有一层呢 诶 看到他了 在边上 嘿嘿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想跑 追上去 就在边上 诶 躲在这个缝隙里了 完了呀 找不到刚才 不能动的 哎呀 好的 现在呢 我又脱离了 抓不着了 接下来的话 来到了第三局 第三局呢 是我们的老弟 来当这个抓不着 没想到吧 他已经当了两回了 但是第一回 他不算数的 但是不算到胜负里面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 第三局 看一下我们要躲在哪 误大 你有没有好的位置选择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躲在哪好 有了 我知道一个位置 前面刚找到的 跟我来 就在前面 这个位置你刚才没有来过吧 诶 还真的没来过诶 好家伙 这底下还有一个巨大的风扇 能把我们往上吹的 呜呜呜 乌蛋 这回真的被你找到 宝藏的位置了 嘿嘿嘿 不错吧 前面我还记得的 就是被你追着 脑袋一片空白了 正好刚才又想起来 哈哈哈哈 抓紧时间找一找 这位置到底行不行 里面有没有好的位置 呀 这里有个铁网 被堵住了 那我们就换一个位置看呗 看一下这一边 有没有地方躲 哇 这里有个大坑 小心点啊 别掉下去了 这底下可没有分散 呦吼 这个路口是直接到达大厅的位置 看来也没什么地方躲了 还想着这里有几个箱子呢 箱子没发现 倒是发现石心的彩色石头 诶 我有主意了 恶蛋你不是有一些道具吗 可以把这些道具拿来做一个墙面 嘿嘿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个可以吗 这当然不行啊 这是一个铁网啊 会被看见的 有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啊 诶 让我想想啊 还有啥道具呢 我翻一翻 诶有了 这个应该可以 对对对 就是它 这个 是集装箱的一块板 我要的 就是这块板 可以帮我们挡住 不被外面的人看见 我也知道啊 但是 好像不够高啊 我们还是会被发现吧 谁叫你要站起来呢 我们可以蹲下 蹲下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哦 我们可以蹲下 我真的是扶你了 恶蛋 你的背就我踩一下 我上去看一看 哎呀 这老弟来了 好家伙 赶紧的 蹲下蹲下 不要出声音 糟了 还是被发现了 二口该咋办 别着急 他暂时进不来 你们两个老弟居然用道具了 我赖皮都被我发现 糟了 到底被老弟给收了 快走 恶蛋你这家伙 跑得还真快呀 等等我 二口管不要这么多了 先溜了 别躲在这 没用的 这边上有个洞 从这里走 好家伙 完蛋了 我挣最后一滴血 哎呀 好吧 我输了 我第一个被抓了 今天的躲猫猫大战呢 我被抓了两次 彻底失败了 恶蛋和老弟两个人获胜 好了 那今天的概念模组 躲猫猫呢 就玩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喜欢大鼓玩游戏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专辑 大鼓每天更新呢 你们就能第一时间 看到我的作品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